在一大犀牛和高國輝簽訂一年合約後 中華直棒四隊和所有選手的彈心作業 已經告一段落 各隊彈心與合約內容 玩法已經走出了屬於自己的特色 中信兄弟2016年初 搶下兩位指標性自由球員 林志勝三年總值4500萬 與正大紅2加1年最高2016萬 讓今年球季 團隊薪資直接衝破了一元大關 加上這兩個人 兄弟團隊一共有5人月薪破50萬大關 先把9棒月薪 至少三十萬 黃山君豪門氣勢顯露無遺 而中信兄弟的種種補強 恐怕是衝著二連霸的Lamigo而來 桃園是本季唯一沒有五十萬月薪球員的隊伍 儘管二零一四年和林鴻鈺簽下五年長約 卻因為肯定小胖表現 本季送上了月薪四十五萬 二零一七一八各是五十萬和五十五萬 而除了他之外 包含劉時豪 黃浩然 詹志堯 林柏佑等人 都簽下至少兩年的復數年合約 而這也是桃園近年談心惯用的操作方式 不但保有戰力 同時減緩薪資上漲 也算是走出了自己的經營特色 再來是一大犀牛 農曆年前後 終於搞定了正宗兩大球星合約 林毅全月薪六十五萬 重回最高星野手 而高國會從三十五萬漲到五十五萬 挑服高達百分之五十七 兩人是球隊戰機 最高可以領到兩百萬特別獎金 今年一大喊出了團隊至上口號 以提高勝場獎金 取代個人表現獎金 這樣的做法能否達到激勵團隊 提升戰機的目的 未來還有待觀察 最後是統一師 連續三個半季戰機淨賠莫作 不少球員遭到減薪 團隊薪資也跌破了億元大關 儘管如此 吃對還是對有貢獻的選手祭出重賞 陳勇基和潘威倫簽下兩年合約 月薪都破五十萬 而去年扛起主力先發的江晨諺 月薪也從六萬 挑高到十三萬 漲幅超過百分之百 中華職棒今年一共有十二位 月薪破五十萬的選手 共體時間變成在商延商 而從本季各隊的談薪方式 與簽下合約來看 依照球團條件 未來經營風格 將會走向越來越鮮明 未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